哈喽各位小伙伴 欢迎回来继续学习我们这个7670摄像头项目 有了上节课的一些简单的理论基础呢 我相信大家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操作这个摄像头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实际的来操作一把 争取来造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照片 那首先来看我们这个OV7670有些什么内容啊 当然首先我会对这个模块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是我们的SCCB总线 这个OV7670呢是依赖于SCCB总线来控制的 所以这个总线结构呢我们也一定要去学习下它 有了两个理论知识以后我们会通过实战的方式来做OV7670的配置 然后呢会读一下手册 从手册上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什么分辨率 白平衡 色度 亮度等等一些东西 来看第一个支点 OV7670 首先看它的内部构造 那对于一个摄像头 我们其实有了上面的理论基础以后呢 可以猜出来它大体有些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个是它的感光阵列 摄像头最终拍照片的吧 那么照片呢就是个一些图像 那么图像呢就是通过光来传出一些信号来的 那我们这里边有656乘以488个像素 其中呢640乘以480个有效的 所以它的有效像素呢是30万 通过这些东西来感光最终呢传出我们的一些电信号 正是一个图片 第二个是时序发生器 那这个OV7670内部呢 它会有些处理 有很复杂的一套数字电路 那对于数字电路我们很明显的去知道 它肯定是依赖时序来做的 所有的数字电路都依赖于时序 包括我们的单拟机 它也依赖时序 没有时序它是不能工作的 所以这个时序发生器呢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对OV7670呢 它的时序我们不太关心了 因为它内部自己去做一些复杂的操作 我们不是很关心它 但这个模块是必须有的 那么其中呢这里边有些信号 可能我们需要使用到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是厂同步信号 第二个是水平同步信号 第三个是clock 那么关于这几个信号呢 我们后面会做详细的介绍 第三个是一个模拟信号的处理 我们让这个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呢 基本的都会是一个模拟的信号 那么这个模拟信号不可能直接就会传给我们的模式转换器啊 它要经过处理 对这个信号 有些争议了 还有什么平衡了等等的处理 处理完以后呢 才能传递给我们下一个AD转换模块 那么这个AD转换模块呢 会经过一个模式的转换 最终转成一个我们的单拟机可以认识的一个信号 数字信号对吧 而它内部呢是工作在一个12兆的频率 我们不是很关心它 反正它这个转换也是自动去转换的 后面还有一个测试图案发生器 这个是一个测试的功能啊 拿到这个模块以后 我们要知道它能不能用呢 或者一些其他的方法 去使用它 这个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产生一些彩条 然后我们把这些彩条呢 输出到我们的LCD屏幕上 如果输出的正确了 代表你的硬件没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这个时序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 一般的初学者呢 基本都是从这个测试来开始学起的 再往后有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我们知道这个颜色呢 最终采集出来 然后经过一些什么各种算法 什么才能得到一个图片 那么这个算法呢 是集成在这个DSP处理器里边的 不可能说一个一个点 直接摆在这就是一个图片 它其实是有算法的 有一些要光的补充了等等 还有一些噪声 降噪 还有什么可变成的伽马其中 还有什么透明度等等 很多处理都依赖于这个DSP 然后这个DSP呢 是我们整个这个OV7670的一个核心模块的 所有的处理基本都集中在这里边了 那最终这个货处理完了以后 会把图像传给我们 还有一个缩放功能 那这个图片呢 可以缩小或者放大 数字视频接口 这个接口呢 当然我们用的不是很多啊 我们不去关心它 SACB接口 这个接口呢 是我们操作的一个核心啊 我们要想去控制这个OV7670 做一个什么促使化呢 或者什么白平衡呢 补光等等 一系列的配置呢 都是通过SACB总线 来向它内部的寄存器发送一些信号 那么它OV7670接收到你的信号以后 会将你相应的处理 最后一个LED散光灯的输出控制 那这个摄像头呢 是可以接散光灯的 当然它本身是不具有散光功能的 这个散光灯呢 你这外接是吧 我们这说的散光灯都在外面的时候 不可能架在摄像头里边的 都是外边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外部跌落 连一个LED做成一个散光灯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从它的内部构造 总结出一些对我们有用的参数 首先呢 OV7670 它是最大640x480的项数 有效项数30万 那这个项数会决定它的使用场合 对于一些像素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呢 它是不适合的 比如说医学用的一些内窥镜呢 或者显微镜呢 很明显这货像素不太够 然后它支持到一些图片的格式 那么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图片呢 其实是通过不同的颜色场合来做出来的 那么这个货支持的颜色呢 用RGB 还有RGB YUV 等等这种格式 对于这种几种格式呢 我们不去关心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啊 总之呢 这个摄像头是支持了这么几种一些图片的格式 那么RGB 我估计大家应该会认识 因为这个电脑呢 基本上都是用这种东西来配出的颜色 而我们这个项目呢 将来也会采用RGB565这种产生的模式 所以对这个RGB565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 用这种模式 做出的图像呢 一个像素是在两个字节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将来你采集到的数据呢 一定是双数的 因为一个像素是两个字节 不管你有多少个像素 总得乘以二 那对它内部的数据排列方式呢 是低字节的前五位来表示蓝色 低字节的后三位和高字节的前三位来表示绿色 高字节的后五位来表示红色 这是RGB565颜色 但具体为什么能做成这个样子呢 是通过相应的寄层器来配成了这么一个色彩的模式 后面还有一个图像的输出模式 也就是它的一个分辨率 第一种格式是VGA 是640乘以480的格式 这个也是最早的一个显示器的模式 用到非常多 第二种是QVGA 这个Q呢其实是四分之一的意思 那四分之一呢就变成320乘以240的这种格式 那这个格式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中要用到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板子上接的屏幕呢 大家用的应该都是320乘以240的项目数 所以最终我们的图像输出呢 会采用这种模式来输出一个图片 最后还有一个QQVGA 这个是更小的 一个小160乘以120这种格式 这是它的一个图像的输出模式 它会支持的各种尺重 VGA CIF 那么从CIF到40乘以30的各种尺重输出 其实这个说白了是一个图像的一个说放功能 还有它本身呢会支持其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自动曝光 这也是我们照相机的一些特有些属性的 我们相信大家在用照相机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控制 比如说白平衡应该会有的 还有什么对比度了等等 这些都可以控制 最后可以接一个闪光灯 当然这个闪光灯你可以加在你的这个板子里 也可以不加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获得工作原理 那OV7670呢 是利用SCCB总线机制来工作的 那我们将这个7670作为一个重机 但是主机呢是我们的STM32 那主机发送一些指令来完成它的初始化和其他的配置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模块用的时候呢都必须进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以后我们可以修改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改改它的分辨率了 改改它的白平衡了等等 那一系列的控制呢 涉及到控制 都是依赖于SCCB总线 所以这个SCCB总线非常重要的 那完成了一系列的控制以后呢 我们到了OV7670 它登场了 对它做一个配置以后呢 它会主动的将采集到的数据传给你的主机 到这一块呢 它不是已经脱离了SCCB啊 SCCB是用来控制的 那具体的一个图像的传送呢 是一个普通的BaviO口 那这个DSP信号会流出BaviO口 然后将图片呢通过这个BaviO口 一个byte一个byte传给你 如果我们接收到了所有的数据 就可以打出一个图片 当然对于如何控制呢 这是我们的后话呢 我们整个这个过程中 做的事最多呢 就是一个数据的传输 这个BaviO口如何传数据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照片呢 可以看成横数排列的N个点 这个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它其实用像素来做 那么像素呢 其实就是点的意思 横数排列的N个点 最后做出一幅图片 那么这个点呢 比如说480乘以320的 然后会有这么多个点出来 那么这么多个点是如何出来的 或者320乘以240等等 首先它是一行一行的出的 那么OV767呢 会将这点一行一行出来 一行完了又是另外一行 那我们先看这个一行是怎么传的 这里边大家看到了P-Clock 这是它的内部的一个心脏 是一个组的始终 这个始终产生了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数据 是一个byte 一个byte的来传的 我们看到一个始终周期 会传一个byte出来 然后中间这个信号呢 它叫同步信号 什么叫同步呢 也就是这一行完了以后呢 会产生这么一个情况 告诉你一行数据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到这个一行完了以后 我们接收到的是一个什么 下降员是吧 那如果你去捕捉这个下降员的话 知道一行数据已经穿完了 那我们知道一行数据是构不成一个图片的吧 那是一条线是吧 一个图片是一个平面 那有N行数据 那我们看看它的N行是如何产生的 大家再看下面这个图片 那么下面这个图片 首先上面 看给列出了另外一个同步项 这个v就是垂直的意思 我们看到 在这个垂直信号 这个过程中呢 是有N个水平的 是吧 这是一个水平 我们看到这 这个水平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水平信号 我们知道下降员完了以后 这倒是一行穿完了吧 我们知道行的是水平的 那么一行穿完了 我们看到这个时序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一个下降员完了以后呢 是不是对应了一行数据完了 那么接下来应该是另外一个下降员是吧 又经过另外一段时间 又一行穿完了 那么如其依赖下去呢 我们会有二三百个行都穿完了以后 最终会产生一个垂直的同步信号 这是一个垂直的同步信号 那我会看到这个垂直的同步信号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上升员是吧 上升员 那我们知道 如果他抓住了这个边缘以后呢 证明传了N行数据 是吧 那这N行数据传完以后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是打印是吧 把这些数据 从内穷里边搬到屏幕上是吧 那所以在整个这个数据传输的过程中 除了这个时序呢 我们要考虑的是开辟一块内穷是吧 我们有这么多的数据是吧 一行有三百二 那么有二百四行这么多个数据 所有的数据都要接收在一起 然后放到一个内穷缓冲区是吧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缓冲区 这里边保存了一幅图片是吧 完全接收完了以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缓冲区调出来 调到哪呢 调到你的LCD是吧 把它打到LCD 那这个接头发生的过程就是这 是吧 有一个边缘垂直的信号头目过来以后呢 会产生这么个过程 把数据一次性打到LCD 那所以其实我们最后要关心的 就是这个垂直的头目信号 一旦它完了以后就意味着你可以写是一幅图片的 或者你可以不写是将图片保存到你的SD卡了等等位置 这是我们这个OV7670它的大体的一个工作过程啊 首先是通过SCCB来做一些配置 最终呢它会有一个时序 除了水平传输一号完了以后会产生一个信号 然后垂直传完了以后也会有一个信号 我们捕捉到这个垂直信号以后呢 就可以打一个图片了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这个水平呢叫行 垂直呢叫列 说的专业一点 这个垂直它不叫列了 这个垂直叫场 一场就一场戏是吧 场 场这个很明显就是个平面是吧 那么水平呢还叫行 这个叫行啊 大家记住了 这也是两个专业的名词啊 在后面我们就回到行信号和场信号 大家知道场就是垂直的意思 那么说起这个配置啊 在我们下呢 我们还有一个SACB 我们会用这个总线来做OV767的一些配置 当然如何去写命令对吧 把命令写在某个地方 让谁来接收 这个需要参考手册 我们会看到这有一个手册给大家列出来 比如说这里边有个颜色这个配置 这是一个色度的配置 我们会在某一个寄存器写入一批数据 把这些数据都发完了以后 就完成了你的一个配置 当然它这里边用的是iPhoneC 那么下节课我们会接触到这个SCCB总线 它和iPhoneC呢是差不多的 而且还有一点要告诉你啊 这个OV767它是兼容iPhoneC的 所以你可以用iPhoneC总线来驱动它 你看到这个手册是用iPhoneC来驱动的 当然我们在学习阶段 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新的东西 SCCB来驱动它 那么关于我们的OV7670 就简单的先介绍这么多 那么最主要还是下我们的一个SCCB 它的一些操作 那么下一小节我们来介绍一下 如何操作 感谢观看